我也是真的很想和你好好在一起 你看我这么大一个 天天被你熏的 我也愿意改 你说什么我都愿意改 那些不喜欢的事 你说了我也可以马上改正 就不希望每天惹你生气 也想和你好好在一块 就舍不得你 看我干嘛 我考虑你 你说了那么多 但是你从来都没有改过 说了你那么多次 我都会改的 你说了我都会改 你说你会改 你真的 但是你没有改 我会改 相信我 想一想 请亮灯 这两位请回吧 来来来来来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有请 来我们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人的烂麦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们见证 上边的烂麦时刻 好 请亮灯 你发现没有 我们都发现了 今天你这头发的这个 是垫的 是吧 我说男生 就是你是所有在这个现场里面 撒花瓣之后 桃花朵朵最多的一个男生 你知道吗 就跟这头发一样 也跟性格有点关系 女生 我刚才就 你们在那个时候 我跟老师们还在交流 男生啊 喜欢征服 其实在动物界 有些雌性是要征服雄性的 女生为什么今天还会回来 我觉得就是 你不是不好搞定吗 我非要把你搞定了 有些女人就是这个心 其实有的时候 何必拿自己那么好的青春 去跟自己较这个劲呢 希望你们都警钟长鸣吧 好好对对方 谢谢你们的分享 秦辉 秦辉 无法无息 爱本来就没什么落迹 也许是不经意 相遇在人海里 就知道是你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斯爱情保险期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两年多 已经准备结婚了 可半年前我男朋友突然跳槽 工资一下比原来少了很多 他总说现在的工作更有前途 可这都半年了 他的公司水平 还是和原来差很多 我父母已经对他有意见 不同意我现在嫁给他 我该不该坚持这段感情呢 如果你的男朋友公司变低 就动摇了你跟他结婚的心的话 那证明当初你看上的 并不是他的人 质不同道不合的感情 势必不会长久